凭什么发了东西还给我 我想要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公布一个好消息 今天孙经理啊 发了公司内部邮件 告诉我 我已经正式通过公司的考核 正式升职为设计师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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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助理 你是说 公司唯一的升职名额给你了 对啊 都好冥冥 说不定过个三五年啊 你也可以升职的 恭喜你啊 我呢 别劝你一句 快别想着什么设计梦想了 赶紧啊 找一个老实的男人 嫁了才是真的呀 我有男朋友了 你有男朋友了 大江 明明说他有男朋友了 就他了 你怎么可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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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我就是有男朋友了 他叫楚曼 身高188 八块一腹肌 人鱼线 腾脑聪明 人又帅 总之 就是完美 完美 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后面才会病 我们正在泳线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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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有 喂 各位 我喝多了 而且我男朋友来接我了 我就先走了 江明明 你 你这么着急走 我男朋友已经在等我了 男朋友 你 你那个男朋友 是不是那个什么锁骨上有的 越压心胎嫁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 小说里写的呀 你看 你看 明明 你看呀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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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 把小说男主当成自己的男朋友 你不会是 看小说得什么 卧小镇吗 你还给我 凭什么发的东西啊 还给我 放给他 否则 我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 你谁啊 我叫楚曼 是明明的男朋友 什么